正常发挥频道会员召集令 四种频道会员 壮大我们监督的力量 欢迎您召集亲朋好友加入 让正常发挥的声音不会被消失 美国事实在在东协国家 现在只具备骚扰的能力 他要长期扎营 扎营这个造范 然后在这个东协地区 跟中国大陆长期对视 美国已经没有那个实力了 你光看这个 今年9月的那个东协 这个合作会议 那么签约金额4000亿人民币 你美国这一次 我们就讲贺锦丽 带去菲林丁伴首领 你猜多少钱 How much 8600万美金 对对对对 要在他的军事基地做这个 三个既有的军事基地 对 我跟你讲那三个既有 今年8600万美金 只是维修一下而已 其实也不能干嘛 不能干什么太少了 菲律宾当然欢迎 你拿钱来哪个国家不欢迎 对不对 菲律宾绝对不会像今天 蔡英文政府这么做的 为什么 以免倒向一个强权 菲律宾没有错 跟中国大陆在快速改善关系 可是它不会跟美国拒绝 断绝往来的 只要你美国提前来建的话 当然欢迎 可是你看贺锦丽讲了一大堆大话 他在菲律宾讲话讲的口气很大 对不对 要一副要跟菲律宾要在南海 跟中国大陆一争长短 讲的是很大话 出手很小 8600万美金 够什么用 完全不够用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 在这个目前在东协地区 东奈亚地区 美国跟大陆在这个地区的一种 禁足来讲的话 美国事实上 只有越来越被边缘化的 边缘化的这个份 而且这里面一个 美国可以见缝插针的 最大的一个杠杆 就是南海主权争议 南海主权争议 美国曾经把它运用到一个高潮 趁着一个日本法官 郑海在国际海洋法庭 当庭长的时候 告了一状 给菲律宾花了很多钱 整个官司美国出钱 对 在小艾奎那个总统 小艾奎那一次在美国长大 现在大概又回美国了 在那个时候 应用菲律宾告了一状 达到一个高潮又如何呢 受伤害最大的是 那个整个判决 受伤害最大你猜是谁 台湾 是台湾 因为那个判决里面 不是 那个判决里面 居然做出一个裁定 是荒谬自己的裁定 说太平岛 是非自然形成的一个 无法维持它自己本身 经济活动的一个岛 请问一下它判决的时候 它法庭有报 太平岛去看过吗 没有 对 当时有这个新闻 对 完全没有去过 可是它就凭它的这些 自己的这些 自己收集之料 就判决 因为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一个岛 一个任何一个海岛 它如果符合三个条件 它就可以做领海基线 领海基线划设的基础 三个条件 一个是高潮时要露出水面 第二个是自然形成的 不是你填出来的 不是人工的 第三个 它本身能够维持 它自己的经济生活 可以自己自足的经济生活 就三个条件 联合国航反应为202条 还有多少 里面就讲这个 那居然这个法院 这个海洋法院 说太平岛不符合 这个资格条件 我去过太平岛 太平岛第一个 自然形成 第二个 自己可以维持自己 本身的经济 它有淡水 还可以种 种蔬果 没错 它里面那些树 都非常的大 而且那个土壤 都是自然形成的土壤 完全可以的 结果判决出来 说台湾的太平岛 我们中华民国太平岛 是不符合这个条件 所以唯一输家是中华民国 那当然了 这个整个过程 我觉得太海 这个南海 这个主权争议 深锁国里面 这个争议 大概已经快告一段落 基本上就是南海行为准则 照现在各种迹象显示 菲律宾跟越南 事实上最近 政府相关的发言 都显示 这个南海行为准则 大概已经谈判到具体条文 我们有一个具体条文 有个text来谈的时候 这个谈判离最后达成就不远了 南海行为准则 如果通过的话 美国基本上没有空间 没有空间了 就是说运用这个区域里面 最大的冲突点 这个冲突已经不存在了 美国已经 那另外从经济上来讲 美国出不了钱吗 最近五月的时候 十个东协国家的首脑 到华盛顿开会 五月十二十三 一点五亿 对 然后呢 这次拜登去东协的这个东亚高峰会 八点六亿 没有 八点二五亿 八点二五亿 本来说八点五 白宫自己打折说 总统口误 是八点二五亿 八点二五亿 加起来不到十亿嘛 对不到十亿美金嘛 所以十个国家 一个国家分不到一亿美金 开玩笑 你玩不下去的啦 中国大陆一出手 就是数百亿美金的 而且是非常长远的计划 中国大陆的政策是非常稳定的 你今天拜登一头热 开始东协东协东协 他也来 贺锦丽也来 布林肯也来 那他上台两年前 川普根本看不起这挂人 他不来他副总统也不来 谁都不来 根本就把东协当作 差不点跟空气差不多了 东协怎么会不知道 你拜登 川普现在在下台的话 如果拜登共和党上来 他们又变空气了 现在跟你跳舞 你的音乐突然奏起来 过两年音乐突然被关掉了 你跳什么舞啊 所以我是觉得 在东协这场战争里面 只要中国大陆有长远的计划 长程的规划 实质的投入 事实上话 东协跟中国大陆关系 越走越近 而且最重要的经济工具 就是RCEP RCEP事实上 人家讲说不足为据 他这个自由化程度不高 搞错了 他是阶段性自由化 这叫incremental 这个liberalization 叫渐进式的自由化 五年降到一个下 十年又要降一次 十五年又要降一次 那在这个过程中 他随时可以签一个RCEP2.0版 加速自由化的过程 这里面最大可以让步的就是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的市场 如果对这些东协产品 做一个更大的开放的话 事实上这个就是一个共同市场 这个共同市场形成以后 这个整个的团结路律就不一样了 那东协过去曾经因为中国大陆早期的建国以后 建政以后施实革命外交 在东协有些国家输出共产主义 那这个事实上邓小平上任就把这个阶段全部砍掉 再之后第一个他说 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海外华侨如果不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籍的话 东通要入籍 华人在当地在住在国里面 就没有这些国家就冲就没有了一句 然后第二个不输出革命 我这个我实行共产主义 可是我不对你们强销共产主义 那我不用意识形态来推动我的外交 事实上这个已经邓小平改革了40年了 所以东协国家这个40年来 对过去跟中国大陆有冲突的 比如马来西亚 比如印尼 这些国家 现在中国大陆已经没有那个一句了 那没有一句之下 才有你可以看到印尼跟中国大陆军事合作 越来越密切 这个在以前这个苏哈托 苏卡诺的时候 苏哈托排华的时候 那是不可想象 不可想象 印尼排华以前是很可怕的 所以我觉得历史因素 印尼都已经一扫而空 另外中国大陆一带一路 还有整个对这个东协国家的投资 跟市场本身市场开放 这个竖管齐下之下 那么中国恢复在大清帝国以前的 中国跟东南亚国家 中南半岛 中南半岛国家的关系 这个已经是一个事实 中国以前并没有并不是缺乏国际 这种关系的概念 中国一直把东南亚国家 视作它的怎么样 它的一个buffer room 它的一个缓冲区 你看西方进入到东方来的时候 是先把东南亚一个一个国家 殖民化以后 中国才慢慢陷入孤立 下一个目标才能进入中国 所以东南亚对中国来讲 事实上战略上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现在你像这个中国的南宁 广西的南宁 这是东协跟东协国家 发展关系的中心 昆明这个整个往东南国家发展 它是有长期策略 这样发展下来的 而且我以前在 泰国曼谷服务的时候 我监管柬埔寨业务 你知道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实 所有各国派在柬埔寨的大使 只有一个国家的大使会讲柬埔寨语 就是中国大使 中国大使派一个旧柬埔寨大使会讲柬埔寨 他也不是柬埔寨华侨 他是在广州外语学院学的 广州外语学院几十年前 就在学东南亚的语言 泰语 简语 辽国话 马来话 印尼话 通通有人在学 人家是长期耕耘 今天才有这个收获了 所以你说美国在东协这种插花式的 这种蜻蜓点水式的这种外交活动的话 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这种长期扎根 然后实质经贸利益结合的几十年的努力 我觉得无法跟中国大陆抗衡 接下来科普一下这个水神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会还原成水 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适用 万万水神不伤人体 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 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机 买回家自己来使用